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脑洞非常大非常牛批的书 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这本书牛批就牛批在你可能从头到尾压根就没看懂它在讲啥 但就是感觉它很厉害的样子 它会让你觉得我没看明白不是书的问题 一定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哎 你说牛不牛批 没有没有 其实啊 卡尔维诺的书并不算太难懂 只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 而一旦你跟上了它的节奏 你就会完全惊叹于它无边的想象力 《看不见的城市》就是这样一本充满想象力的书 从书名就能看出它讲的是城市嘛 实际上它一股脑讲了55座魔幻城市 那是建在天上的 埋在地下的 长在水里的 炫得烂的 宏大的 奇特的 诡异的 55座魔幻城市 我选了几个比较奇怪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座城叫埃乌萨皮亚 它怪就怪在这座城市的人死后 尸体会经过特殊的脱水处理 然后被送到地下一座一模一样的阴间城市继续生活 有人生前过得不好 死后如果想转专业的话也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死后过得反倒比活着时候开心 有些穿越生死界限的百度人 就会经常把阴间城市的见闻讲给阳间城市的人听 阳间就觉得 阴间的生活比我们好啊 于是就开始照搬阴间城市的一些先进的改革啊 政策什么的 本来是挺有喜感的一件事 但书里的最后一句话突然就让我觉得有点渗得慌 他说 在这两座姊妹城里 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 谁是生者 这句话其实在某种角度引出了一个哲学思考 大家觉得我们到底是生者还是死者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到底是阴间还是阳间呢 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呢 这个有给大家去思考 接下来想说说第二座城叫奥塔维亚 这座城市就没那么邪乎了 他在这里生活也需要一些胆量 因为他是建在半空中的 人们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架起绳索 组成一张网 所有的生活设施要么搭在网上 要么吊在网下 其实大家过得也不错 累了就坐上缆车看云彩 或者吊在网下荡秋千 困得了就回到外形像麻袋一样的家里 安安静静睡上一觉 书中最后说了一句相当有意思的话 虽然悬在深渊之上 这里的居民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更慌张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网 只能支撑这么多 这句话其实是相当有深意的 大家想 如果我的欲望是无穷的 想换大house 500平米大别野 在这座城市能不能行 行不通吗 因为太沉的话 绳子撑不住 你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里的人们 不会拥有膨胀的犯的欲望 他们只保留 只专注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这座城市的人 都过着简单的生活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幸福 介绍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端倪 虽然书里的这些魔幻城市 都是卡尔维诺虚构出来的 但每一座魔幻城市 它反映出的特点 又都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阴阳城市 它就反映了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思考 还有这座悬在空中的珠网城市 它其实相当于把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欲望直接具象成了珠网 在上面生活的人知道珠网承受的重量有限 所以不会过度追求繁重的东西 但我们呢 我们生活在地面 没有珠网去限制欲望 所以人们的欲望是无穷的 而无穷的欲望 必然带来无尽的痛苦 这可能也是卡尔维诺想要提醒我们的 其实啊 如果你静下心地来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座城市 你都会在里面找到现实世界的影子 比如有一座城市 不同的区域会散发出不同的气味 哪怕把眼睛蒙住你也能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种感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嘛 我相信居住在南方的小伙伴 都对每年四月的石栏树和九十月份桂花的气味印象深刻 还有生活在北方的小伙伴 也明白那种冬天零度以下的清晨 从屋里突然走到室外时 闻到的那种的凛冽的像烧柴火一般的淡淡的烟味 不论过去多久 只要这种特殊的气味一出现 就会瞬间勾起你对家乡的记忆 所以你以为卡尔维诺写的这些魔幻城市 只存在于想象中吗 其实他写的每座城都是在写你的家乡 或者别人的家乡 卡尔维诺正是用这种一真一幻 一虚一实的笔触记录着城市 和生活在里面形形色色的人们 这种写作手法在一座叫做瓦尔德拉达的城市中 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它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座城市具体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的什么现象 瓦尔德拉达是一座建在湖边的城市 它与普通的城市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湖中的倒影 这个倒影可以映出这座城市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比如街道路标 甚至是室内的天花板 衣柜和躺在床上睡觉的人 只要你站在湖边 通过水中的倒影 就能看到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 城里的居民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像是在表演给别人看一样 书中最后照例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虽然现实的城市和倒影中的城市一模一样 但在现实城市中贵重的东西 在倒影城市中却不一定贵重 大家可以发挥联想 猜猜作者在影射什么 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把你想到的打在弹幕和评论区 就当做一道阅读理解吧 其实卡尔维诺的书是很少会被中学语文课本拿来出阅读理解考题的 就是因为他作品中会出现大量的暗誉和影射 这么理解也对 那么理解也行 换句话说 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如果你穿越到卡尔维诺面前 问他我解读的对不对 卡尔维诺一定会给你一个渐渐的微笑 然后告诉你 你呀猜去吧 阅读理解 但凡你能拿到一分都算我输 所以相当一部分人读完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之后 都会产生疑问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 或者说 他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你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你默认每篇文章都该有个中心思想 以中心思想这个点为核心 然后发散下去 写下去 但不管写了多少 都应该与中心思想有联系 否则就叫什么 这叫跑题偏题 对不对 这种文章结构非常清晰 很适合出现在语文考试中 但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作品 它不是点状的 而是像魔方一样 是面状的 立体的 不同的人看到的面是不同的 也会因此产生不同的理解 看不见的城市就属于这种类型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中文专业的同学可能知道这本书 而有些哲学甚至建筑专业的课上 表示可能也会提到这本书 这是因为书中同时探讨了城市的特点 人与城市的关系 以及有关生死 人性欲望的方方面面 你从哪个方面理解都行 它是没有所谓的中心思想的 就这 如果高考阅读理解刚考 我估计出题老师的坟头草都应该有三米高了 那关于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想再说点题外话 如果你是我的老粉 你会发现我的视频有关于思维方式的训练 有职场和学习的技巧 甚至还有理财方面的分享 这些呢 都是世俗意义上有用的 用得上的东西 但我有时也会发一些像今天这期视频一样 所谓的没用的东西 它不会提升你的学习成绩 也不会让你升职加薪 但我始终认为 这种偏人文类的分享是重要的 甚至是必要的 它能让我们在这个不停运转的 冰冷的社会机器面前变得更像人 一个活生生的 有温度的 有能力感知美好的人 生活不能没有物质 但绝不能只有物质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以后呢 我会继续保持这种节奏 在有用的视频里 穿插一些有人文气息的 所谓的没用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总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是子小孙 一个志愿把所有粉丝都培养成文化流氓大粉主 喜欢的话可以三连关注呀